去年度南投彩蜂国际速写交流活动中 多国速写画家都到访南投 创作多幅精美作品 这些作品在活动结束后 也回馈地方捐赠给主办单位 为了让民众欣赏这些作品 南投女国际青年商会 也特于南投文化局九九展览室 来办理南投彩蜂国际速写文化交流成果展 今天这个活动就是 在我们去年所承办的2019年南投彩蜂国际速写文化交流活动之后 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艺术家们 速写画家们所留下来的作品 那这些作品就算是回馈过我们当时一起协办活动的乡镇 以之纪念同时也是对我们台湾政府 这边台湾地方给予的协助感到非常的感谢 所以有这些作品 文化局长林荣森也指出 此场展览展出许多优秀速写艺术家 描绘县内风景的优秀作品 相当值得一览 也欢迎民众能够把握展棋 前来欣赏 从即日起到3月17号 在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的地下室 盛大的展出 那这一回是邀请到我们南投县内 还有我们国内以及国际一些对这个速写有兴趣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一起来南投来踏查之后进行现场的速写 那把这些速写的作品集结起来 在我们文化局来进行展览 那透过这一回这个速写 可以把南投里面 各个地点 很值得民众去参观的地方 来进行宣传 南投采封国际速写文化交流成果展 在开幕当天就吸引许多民众到场观赏 先议员张家泽也一同到场观赏 并期许 透过这些优秀作品 能让更多民众认识到南投之美 今天在我们南投县的文化局 特地举办了南投县国际速写采封文化的成果展 过去透过他们召集了世界各地国际速写的这个专家跟老师 一起来参与这活动 把我们南投各地方的这个文化的美的地方 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风景 自然环境的风景 把它透过老师的画笔 用快速的这个描绘出我们南投县的风景的美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可以让全世界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我们南投县的好跟南投县的美 那也希望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南投 一起来看看我们南投 南投采封国际速写文化交流成果展的作品 都相当有意境 且都以线内景观为主题 也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民众 都能够到场观赏 感受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有的 cent 我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